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6号台股最前线的直播节目 那在直播的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要就几件事情去提醒大家 第一个 如果你喜欢下老师的一个直播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帮我们多按赞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在每天的下午3点半 会去做一个直播的节目 那另外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这个聊天室 去留下你这个持股上面的一个讯息 我们会统一在大概3点50分 就是最后10分钟的一个节目里面 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统一的回答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天的时间当中 就只回答三个题目 如果说没有回答到投资朋友 你的题目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这个影片下方 Google表单的一个连结 来跟我们去做一些提问 那夏老师会找时间去回复大家 好因此今天这直播 主要要跟大家谈三个主题 第一个 当然今天台北股市是呈现了一个 向上的大涨 那多方好不容易熬到 那个美国股市开始出现强谈了 是不是代表接下来的台股 就真的是稳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 到底投资朋友的选股 是要波段的操作 短线上面的一个操作 那该怎么样去做选股会比较好 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会来跟大家做分析的 那最后就简单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这个礼拜摄影棚可能要做一点调整 所以下次的直播时间就未定了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如果你刚好有赶上这一集直播的 务必 务必这个 务必这个 在今天 要把握今天提问的一个机会 好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节目的一个主轴 好 那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最终是涨了155点 来到了15763点 你不论说是从高点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收盘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都是来到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行情能够出现强谈 我想我们刚刚跟大家谈的非常清楚 最主要是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六 它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向上去做反弹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代表台北股市已经稳稳的 多方要往上持续在做攻高 那后续要怎么样去做观察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第一阶段的节目里面 会来跟大家谈的 好所以在上个礼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事实上当时我们举了两个美国股市的一个市场 来跟大家去做说明 一个叫做道琼工业指数 一个叫做废城半导体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道琼工业指数当中 当时我们谈到原本的颈线位置 如果说跌破的话 它是一个M头的架构 那原本的颈线位置叫做32573 好但是它有在盘中出现跌破 然后出现了十字线然后在隔天出现了一个向上涨的红K棒 是涨了341点 紧接着在3月3号就是上个礼拜五礼拜六的时间里面 它又再涨了387点 好所以短线上面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说这个颈线的位置 至少就现阶段的一个状况来看 它是有呈现手稳的 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方 目前啦 当然这个很明确就是月线跟季线 目前其实是很明确的呈现一个下弯的一个态势 对不对好所以过往我们谈到当然下弯的均线 它会形成短线上面的一个压力 所以现阶段如果说以昨天的应该说上个礼拜六的收盘来看的话 33076 现在的月线跟季线分别是在33562跟33585 它只有相距大概30点左右的空间 那跟收盘价的价格大概是差了 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差了172点到195点之间 相差不到200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你说这个是不是代表稳了 只能够说对于美股对道琼的角度来看 它是属于侧颈线之后 然后开始出现强谈的一个走势 当然接下来我想一关一关过 就是包括了月季线的一个反压位置 然后以及上方的一个解套的一个卖压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股市来讲 有反弹 但是有没有到全面性的转强 目前到还没有确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是道琼工业指数的角度 那费城半导体 那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谈到 它走的是一个所谓的上升轨道 那当然上升轨道基本上 不论怎么走 就是至少在轨道跌破之前 它是属于一个多方 对不对 因为它的轨道是往上走的 好 那上个礼拜四是接近月线的一个位置 那在礼拜五的行情里面 它是收盘小幅度占到月均线以上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科技股相对而言是表现比较强势一点 这个是对于台北股市 相对而言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好 因此我们刚刚谈到了 道琼工业指数 接下来往上谈升观察的是200点左右的空间 是看月季线能不能够去做突破 那费城半导体 当然我们希望说今天能够进一步 把月均线站稳 这个对于台股来讲 会是一个比较有利于多方的一个讯息 好 但无论如何 因为今天是呈现了创高 同时是一个突破区间的一个走势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过往其实都是在15300点到15600点这个区间 我们当时有跟大家画就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区间 对不对 那今天是很明显的我跳到这个区间整理的这个上缘以上 这个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压力区的突破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谈KD指标了 因为原本当时我们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因为它的那个范围是比较焦灼一点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比较容易 它简单来讲它是跟涨跟跌 它不是一个助涨助跌的概念 但来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它就有一点那个助涨的一个味道 所以对于多方而言 后续我们可以关注 当然国际股市我们刚跟大家谈到 费半要回月线 然后道琼工艺指数 当然最好能够进一步往月季线的那个反压去做挑战 那对于加权股价指数来讲 现在就比较容易了 就是说今天的一个低点位置 因为我是用跳空的方式去做突破 所以今天的一个低点位置 如果没有再做跌破的话 我觉得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应该都可以比较偏向多方的架构来做操作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就好像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的 你说相信 这个市场当中大概99%的分析师 大概都是讲多 它并没有所谓的多空的概念 反正涨也是涨也是做多 跌也是做多 那不论你怎么发展都做多 但是我相信大家在看那个整理过程当中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害怕 就是会觉得说 美国股市不是那么强 那会不会出现反转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不是说我不是跟你讲说就是一路很多 对不对我就告诉大家 基本上只要这个整理的态势还没有去出现改变 你只要把那个心态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我就是做短线上面的一个交易 基本上我觉得对于各股的操作上面 其实偏向短多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当时我跟大家谈的 你整理行情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有可能成功转向上或者失败转向下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你在场外一直选择观望 基本上这不是不行 这也是一个策略 但是如果说你在场外选择观望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建议投资朋友就是 一样就是以选择这种短打的一个操作为主 就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 我想我们就来谈一些个股的部分 所以当然这个今天我知道大概其实盘面当中 其实投顾市场其实就是这样子了 反正就是咬着最强的股票在讲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什么样的个股涨停板 或者说是像今天 我想讲光学个股的应该会非常多 因为你看到包括亚光也是涨停 然后加铃也是涨停 甚至大力光在今天早盘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走势位置上面 其实也来到这个所谓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那我要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概念是说 基本上我不会说没有选出来的股票 然后涨了然后跟大家来谈 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像我在跟我们制作人聊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讲这件事情 你说到底是要做短线还是要做波段 或者是说你选股有很多很多种方式 你可以用筹码面的选股 你可以用基本面的选股 你可以用技术面的选股 这个都不是谈不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常常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金庸 就是你说到底是独孤九剑比较厉害 还是九阳神功比较厉害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差 就是你把那个武功练到最上层 你就是最厉害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 基本上我应该这样子讲 为什么要做选股名单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要让投资朋友知道说 我们的选股有我们的逻辑存在 他不是说随便 反正就把当天最强的填进去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投资朋友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 你每天都是去追盘面当中 最强势的股票 看起来最近的行情没有问题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在市场当中比较久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会知道 你每天去追逐不同的主流 总有一天会被电到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买股票 本身不是问题 追股票本身不是问题 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追股票的逻辑是什么 就像夏老师的选股名单 我们有我们的一个逻辑存在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要看什么东西 然后确定他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的时候 我要去做调整 但是如果你用去追的 投资人去想这个问题就好 你今天你的老师如果一直带你去做股票 带你去追股票 你要想的一个问题是说 当然了他如果能够讲出一个所以然 我觉得倒无所谓 但是今天如果说他就是看着市场当中 最强势的一个主流去做追加 那你会没有进出的依据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做的时候 然后你的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做 就是当天最强要涨停板去做表演 你去做追股票的一个动作 那你很容易就会套在短线上面高点 而且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处理 像我的选股平台其实很清楚 就是我们看的东西 当他出现转变的时候 我就会去做出场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 既然如果从这角度来看 他就跟基本面绝对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快速 而且是短线上面的一个指标 好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 人者上 这个是3月3号选股平台 我上个礼拜一直写错 就是3月3号选的在3月6号用 那我也跟大家讲了 就是我们比别人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我多空我都选 对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是一个横盘真理 那如果说他转折向下的时候 你今天如果说你不知道 或者是你没有做这个准备 那我告诉你的 你的老师只能够告诉你说持股虚报 因为他也没办法跟你讲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把名单先列出来 当然今天行情如果出现反转 当然第一个 我们手上的部位要不要调整 第二个 如果说要多避险公呆 有没有哪一些个股 是我可以做选择的 不是匆匆忙忙的在盘中 去看哪一档个股最弱 就去追哪一档个股这个不是我们操作的一个风格 所以包括我们的持股档数都有限制 所以我讲过就是我可不可以每天都有涨停板 可以你让我买 不要说买到20档30档 让我买到10档股票 就可以每天都有涨停板 问题是投资朋友 你那10档股票对你来讲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的 你是要压三成的资金赚一根停板 它是你总资金的3%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每一档个股都是买那一成 甚至我还在市场当中有看过那个扣讯买0.5成的 对不对 你去想一个问题买一成 你股票要涨三根停板 要涨三根停板涨30% 它才是你总资金的3% 对不对 所以集中资金很重要 那既然集中资金 我就势必要取舍嘛 对不对 今天我不能够说就好像交女朋友跟结婚一样 对不对 我娶了一个老婆 或许外面有一个外面有更漂亮的 但是我能够立刻把人家踢开 然后换另外一个嘛 不行嘛 又不是我们制作人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资金集中化 你也许会错过很多股票 但是中长期来讲 理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你的绩效表现应该会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投资本在看夏老师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要有的基本的概念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选顾 那当然我讲过 我盘中有讯号存在 当然你如果是我清代的那个会朋友 你知道我很喜欢写那个程式 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式去 带出那个讯号 那不是说每一档都买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选股名单的准确性 一直以来 它是有它的准确性存在 如果说你从今天来看 当然我必须讲 台办我们之前也选过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获利出场之后 今天股价要拉一根涨几板 但说真的 今天其实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它真的拉太快 要不然我觉得今天 它应该会跳出所谓的一个买进讯号 但问如何你看 在多方的角度来看 这个六角在9点05分的时候 它当时其实也有出量 那个时候是174块半 最高点是180 收盘也是180 不论说你是不是做短线当冲的价差 或者是短波段的操作 事实上今天 因为它收最高嘛 所以你不论买在什么样的价格 你今天理论上来讲都是获利的 对不对 然后台办就不讲了 然后那长盛 那时候出量9点05分是208.5 最低205.5 收盘206.5 这个也是有价差的 那当然元泰 你说老师197这个就被载到 所以我刚刚讲的嘛 不只是给大家选股 就是那个名单你要列出来 事实上你也要考量当时盘中的状况 跟你今天要做的方向 你去选股票 那如果没有讯号 其实不会硬做啦 这个东西是我们跟大家提醒的 所以不是说你有名单就好 你要怎么做 盘中有一些讯号 这个是我想我们的价值啦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单要选股票 然后你现在随便市场当中随便挑都可以啦 就是你随便写一个程式都可以挑股票 那你有想你有想过 夏老师挑的股票 我们有考量基本面在里面 然后我们有 有我们盘中的买进讯号在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所以基本上 当然投资朋友 你可以用看节目的方式来验证夏老师 到底讲的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必须讲行情不等了 有时候错过了最好做的那一段 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市场当中有一个前辈 我觉得说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我到现在我都这句话应该我大概听了大概十几年 但是我到现在我都还明居于心 什么意思 就是他讲说如果行情好的时候你不做 你不狠狠赚他一票 那行情不好的时候你不够输啊 对不对 不是说不是说大家都每个老师都在讲赚钱 最后怎么你再讲那个我要讲的是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一定会遇到那个操作不顺的时候 但是如果说你在该赚钱的时候你没有好好赚钱 那剩下的事情行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你风险控管又做的不好 你很容易把过去赚的吐回去 我相信去年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对不对 就是前两年赚的 然后在去年一口气全部吐掉来倒赔 对我这样讲什么道理 所以做股票我不是说每天每天都要涨停板 我是我做股票我到底有没有逻辑 我知道我要看什么 他能不能够是一个长期稳定的 这个才是我要的 所以你说一天的时间我们也看不出来六角台半后续会不会涨 对不对 但是你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选顾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年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上个礼拜有买精锐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进场的价格是249块 好那249块3月3号 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股价先供到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然后今天今天夏老师做获利出清 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 这个就回到一开始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那个答案 就是简单来讲 我认为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操作重点 还是以短线的当冲隔日冲或者是小波段 就是两三天的一个小波段 有拉开你就去做获利出场 所以我不论精锐后面到底涨不涨 我觉得我该赚的我们先把它赚起来 所以你看 今天获利出清这个地方我发试价 那个时候价格大概是289 你看249到289 对不对 这个是多少 40块钱的价差 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做股票怎么做这么短 我问各位你到底是 我讲难听一点 你股票做超过一个月的通常都是套牢 对不对 你是因为套住你才不出的吗 你不是因为赚钱不出的 那对于我来讲 我就讲得很清楚 我开中名义我就告诉大家我要做短线 所以你说后面再涨多少 那个都跟我没关系 我要把我可以把握的把握起来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把金瑞获利出清 我觉得这40块 我觉得是投资朋友你应该要赚到的 对不对 因为今天如果你有选股名单 你有盘中买卖讯号 我觉得赚到这40块钱 我觉得不是问题 所以这个是投资朋友可以想的一个概念 那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谈的一些个股 你看陆陆续续包括 励志 今天股价创短线新高 对不对 然后南电他的股价也是创短线新高 包括了 陈田 陈田今天的股价 我没有点到陈田的股票 陈田的股价今天也是创短线新高 对不对 然后包括了台药 台药事实上 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四的选股名单 跟礼拜应该说礼拜三挑礼拜四的 跟礼拜五挑礼拜一的 他都有出现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档个股 他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这档个股今天是 你看我很少直接跟大家讲是洗盘 对不对 好 所以洗盘为什么会跟大家谈洗盘 你今天开762打到722 对不对 正常来讲你早就洗掉了 如果今天没有拉起来 我会跟大家讲说 那这个可能就要出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今天再拉起来这一段 也就是说今天早上 你砍在相对低档的个股 全部都被人家收掉 对不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比较明确洗盘的讯号 所以基本上当然今天你看 有出量的 比如说台半 比如说六角 那接下来会不会再涨 所以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是一个 个股的延续性 不是说我们要做的比较短 那股票就 就一定一天就死掉 一天就死掉 不是嘛 因为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选的股票 延续力道 其实都有大概三五天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去做一点观察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这些个股今天 陆陆续创短线新高了 那今天晚上我们选到什么 明天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投资没有 你应该要把握的一个关键 就提供给投资没有来做一个参考 好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到Q&A的一个环节 第一个是6741 6741APP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91APP 基本上当然我们要讲产业也是可以讲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所有的企业 他其实都有做那种所谓的线上化 电商化应该这样子讲 因为就是你如果放通路给人家抽一手 与其这样子不如你摆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 好现在很多那种当然你可以做很好 然后但是有那种一页式的那个网站 好就是购物的网站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91APP来讲 今年应该是一个利多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好就是就产业的一个成长力道角度来看 好不过这档个股当然 他的股价的走势 现在的走势是有比较 比较牛步一点 就是你会发现 他的股价其实如果拉出一两根的中长红黑棒 接下来其实就很容易进入到所谓震荡整体走势 所以这个要看你的操作是短周期还是长周期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谈 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短周期操作的投资朋友 基本上绿色这条代表的是月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一波的股价走势大概破月线又拉起来 破月线又拉起来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你可以用月线当作是一个参考点 月线当作是一个参考点 那如果说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该退场其实应该要先退场 那如果没有破 当然我觉得续报没有问题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这一波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都是拉两根三根的一个长红黑之后 他就会休息 所以你看包括之前这个前一波这一波走势 2月17号 他是一根长红黑之后 隔天创高之后开高走低 所以如果说后续有出现这种所谓的中长红黑棒出去的话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先调节一半 然后后面再看隔天的那个K线 如果是类似这种所谓开高走低的行情 你就可以先获利出钱 因为股价的走势是比较温吞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比较波段的走势 应该这样讲 我不认为短时间之内他有机会回到挂牌 应该最近期的高峰是接近300块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应该看不到 那只能够讲说产业趋势是对的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看 前一波的整体平台这里应该是大概150块钱上下 就是先看这个位置有没有办法来 那来了之后突破站稳之后 他才有进一波向下攻击的机会 大概是我对于APP的看法 就是产业是好的 但是他的股性走势比较温吞一点 那就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股票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属于相对量是比较大的 就是你看下方这个位置 他相对量是比较大的 那一旦如果出现量缩 大概股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简单来讲 如果你看到那种四五百张以下量能的话 股价应该就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波动 这个是我对于91APP的看法 好 第二档是存叶一 这个故意来呛我们的 这档个股大家应该有印象了 我记得我们好像在这里把它除掉吧 2月16号把它获利出新 小赚了 因为股价黏住了 那我不想要浪费时间 结果隔天就拉一根掌灵板 好但是我必须讲一下 就是当时为什么会买的原因 当然选谷名单有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他今年其实有非常多的 案子会入账 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 他的案子是国防部了 所以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那个 那个荣总跟三军种医院 他会进那个 因为他是 他是 我想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他是那个伊科达的台湾的代理商 那就是那种什么S光机啊 什么核子共振机那些那些机台 那因为今年我记得军方有一个采购标案 就看是给荣总还是给那个三军种医院 那这个当然对于他来讲 我觉得是中长线的力多 然后另外包括了这个 我记得跟北一 跟北一其实也有合 不是北一女 那个台北 就是 那种台北医学院 跟北一有一些合作的案子 所以今年对他来讲 因为你那种案子 其实你大概标案出去 大概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定 所以我是觉得说 整体来讲 现在当然还是属于多方的架构 虽然我被洗掉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现在还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那当然 这个就要看你的想法 因为我记得 就是 券商如果以他今年获利角度来看 市场给的普遍的目标价 应该落在 80块钱上下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要嘛 就是说我用 基本面的平等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现在市场的共识 是大概80块钱上下 我们就先看这个价格 那 当然你知道这种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那至少我们先知道一个目标 大概是这样子 但如果说后续 来到80附近 看要不要去做一点调整 那如果没有要调 我们单纯从 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这就一波一波看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说 后续的价格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两个重点 第一个今天当然测五日线 它没有跌破 那强势个股原本就是看 五日线收盘有没有破 那当然这种东西有时候就要取舍了 因为如果以这种方式 2月22号理论上来讲 也会被洗掉 因为它当时的收盘价 其实是有破的 但是如果它的攻势 是有发动的 看五日均线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如果 你觉得五日均线太短的话 其实正常来讲 会看大量区 那大量区 目前为止是3月3号的 62块8的低点 那后面会不会有新的大量 这个就要看当时的状况 但至少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形 守628 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大 那接下来就是看 有没有机会挑战 法人大概共事 大概就是在80块钱附近 大家可以去做一点参考 大概是这样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我们今天直播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喜欢夏老师节目的话 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大家透过 影片下方的Google表单 来跟我们去做联系 那下次的直播 就不一定了 所以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多可以透过这个 所谓的Google表单 来做一些询问 那我们今天直播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后续再见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 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